Hello 小朋友 你们好 今堂课我们来学习 如何去估计物件的数量 首先在第一行中 我们看到一行有25个星星的贴纸 一行这里有25个星星贴纸 如果我们有两行 两行的话 这有多少粒呢? 这里有25 如果我们有两行的话 其实就是25加25 其实就是50 即是我每两行是50 即是我四行 四行就会是100 对吗? 五十的两行50 即是100 即是四行25就是100 如果我们再多一行 一行就是120 一行代表多少? 一行代表多少? 所以一百二十五 我去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有八行25 其实就是有两行50 然后100 然后150 然后一行就是200 最后一行就是200 好了 我们先看看 如果我们再问你 两行有多少粒星星贴纸 有两行就是有二十五 就是有二十五个星星贴纸 如果四行就是两个50 就是100个星星贴纸 如果四行加一行就是125个星星贴纸 好了 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 有多少个横行一共有二百个星星贴纸 就是八行就有二百个星星贴纸 好了 如果我们一行 其实是有 现在 今次我们就有二十个星星贴纸 比上一题 就少了五个星星贴纸 就是我们第二题和第一题 相差的星星贴纸 其实相差五 好了 那五个横行有多少个星星贴纸 我们刚才 刚才 第四行 我们就说五行 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个星星贴纸 好了 如果我们每一行 现在少了五个 那我们少了多少行 我们少了五行 每行少五个 五十 就是我们每行少了五个 五行就是五 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就是我们一共少了二十五个星星贴纸 那我们之前是一百二十五的 五行 那我们再减二十五个 那就是我们五行 就有一百个星星贴纸 好了 那如果我们五个有一百个星星贴纸 就是五行 就是五行 加五行 就是一共有十行 就是二百个星星贴纸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数波子了 小明和小芬 就想看看玩具店里面有多少颗波子 一个一袋 一袋就大约 大约有五十颗波子 一个大袋呢 五十颗 一个小袋就是五十颗 就是五五十 一百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所以我呢 就是有大约一百五十颗 记得是大约 好了 那如果B呢 我们有五代 我们有五代 五十颗波子 如果我们大约一代 一代波子里面 其实有一百颗波子 即是代表 如果我们 现在A 我有六代的话 不是 是五代 一二三四五 五代代表有多少颗? 大约有五百颗波子 如果我有 七代 就大约有七百颗波子 记得是有大约的 知道吗? 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在数量很大的物件的时候 为了不用直接去数的实际数量 其实有时就只需要用大约的数量去进行估计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会比较方便 也会快捷一点 还有很多情况下 其实知道大约的数量 就已经足够 不需要知道很正确的 ok? 好了 其实我们不一定只有一个大约的数量 我们也可以先利用一百个一数 然后也可以再用五十个一数 例如我们在这一条里面 我们会知道小明 有一些一百个一数 的波子 而小分就有一些五十个一数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人 就是有五百五十个波子 好了 我现在考考你 在右边的篮里面 放了不同数量的皮球 要猜猜皮球有多少个 好了 首先我们看到上面 一个篮 大约有五十个波子 五十个皮球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里总共有多少个篮 我们这里有五个篮 好了 即是说我们有每五十个一数 即是我们五十个五个五十 就是二百五十 那即是我们皮球 就大约有二百五十个了 明白? 好了 我们来看看下面 如果我们一个篮里面 大约有一百个气球 一百个气球 我们有多少个篮 我们下面有四个篮 即是说每一百个一数 四个一百就是四百了 即是说皮球一共就有四百个了 明白吗? 好了 我们现在不如试试利用这个 一百个一数 和五十个一数 去看看这里有多少个皮球 首先我们这里有 一百二百三百四百 我们有四个一百 所以我们有四百个了 再加我们有 一二三四五 我们有五个五十 五个五十多 即是二百五十 好了 如果我们加起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六百五十个了 明白? 好了 其实是一个小总结 当要数量很大的物件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用直接去数 这个实际的数量 只要用大约的数量去进行估计 就可以应付我们很多日常生活 所面对的事情 知道吗? 好了 今天也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要做练习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